四川棉竹市中医院接诊了一名男性患者 医生检查后发现了 他的肛门里竟然被塞进了一只酒杯 刘晓琳和往常一样下班骑摩托车回家 途中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司机 从窗口向他招手问路 于是刘晓琳直接把摩托车骑到了面包车旁边 他后来不是一个人的抽烟 有一个人是没有人心电把孔打死的 他自己把脸蒙了 我没说几句话 突然当场昏迷的刘晓琳醒来后 发现自己居然跪在面包车的后排 自己当时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想尽快骑摩托车离开 面包车里的三个人就在旁边 但并没有追赶 坐屋里一直坐坐一会儿 没坐基本上感觉先感受 就跟着我都差一些 看见下体血流不止 刘晓琳于是请朋友开车 把他送到了免竹市中医院 发现一个自身遗物 迫不探查里面看到一个 资金差不多有五公分 高有七公分的一个玻璃杯 而且里面是那种 就是拉筑填满了的 说是很不好去 经过机上的努力 塞进刘晓琳下体的酒杯 终于被取出 这群凶手的变态行为 让人感到十分气愤 免竹市孝德派出所 已对此事立案侦查 这个受害者李晓琳口述的 这个遭遇的经过 真的是非常离奇 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究竟是谁干的这事呢 我们等待着警方的调查结果 by bwd6 感谢观看